北美馆最近正在展出18组国内当代艺术家的连展 其中一位行为艺术家张朔颖 他特别在北美馆里面搭起了一座透明的温室 他在里面闭关三天 透过自创的小型生态圈 自己自足 实践未来低碳生活的可能性 这个展希望对工业社会大量消费 浩劫资源的生活 用艺术的方法提出反省 像是艺术家袁广民 他就空拍位在墾丁的核三场 海滩上游客如枝和核电厂并存的画面 在北美馆展间打造种满蔬菜的温室 行为艺术家张朔颖 把自己关在里头闭关三天 吃核拉撒碎 通通在最完成 而且艺术家选择吃菜虫 这是中兴大学昆虫系培养的500只菜虫 经过烹调去除味道后 配上青菜食用 它那个温室里面有一个能量的循环 然后有生跟死在里面发生 那是你这个可以引申到一切的工业生产 或是我们现在当代生活 其实我们所有用的产品 都有生跟死在里面 其实我一直除了在做行为之外 是我主要的创作方式就是以绘画为主 那我是想说经过这三天的时间 就是围绕在人跟昆虫 还有自然环境的关系 那其实都是很自由联想的方式 那所以说我随着时间的演进 在不断作画 那画又很像是反映时间的推进吧 温室形成的小型生态圈 体现生死的循环 张树颖的这项行为艺术 要实践工业化世界低碳生活的可能性 北美观暑期大展 制造异议 十八族台湾艺术家用创作回应 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对环境的伤害 某一看犹如云铺中的雄伟山景 其实是万顿矿山爆破记录 剪辑倒转的效果 艺术家杨哲一在中国 记录群山被烧顶开采的过程 艺术家袁广明的镜头 飞过墾丁南湾 游客如之的海滩 却与核电厂紧临并存 我们还把核废料丢在美丽的蓝鱼海边 一个好像无人的一个海滩 但是那些帐篷 椅子 背包 水 沙滩鞋都在现场 其实本身那个海滩就是一个奇观的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天堂的海滩 然后后面有两座反应炉 其实就非常一个很讽刺的一个 一个真实的景象 对能源的追求是社会发展 无法回避的议题 制造意义展览 从艺术家的观点提出对工业制造 与大量消费的反思 艺术家以行动和创意 展现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景 我们的观点 使用社会发展